謝謝主持人 感謝主持人 我們的館長 我們的館長 還有我們的老館長 不說很老的 但是老館長 也是我 現在民進黨的秘書長 首家傳 現場的鄉親事長 大家安安 大家好 很高興今天能夠來參加我們黑鮪魚的觀光文化祭 這是11年前就開始的事情 就是我們的老館長的秘書團 在做館長的時候就開始的事情 11年來我們的曹縣長接棒辦得更是精采 尤其是今年我們還加上觀光文化的因素 還有廟宇文化的因素 在這一次的慶典裡面 讓我們這次的慶典更老的 更有意義 更加的讓人喜歡 我們在這裡要跟在地的鄉親事長說 幾乎以前我來我們的檔檔 我們來吃我們的黑鮪魚 我覺得這個黑鮪魚 是我吃過最好吃的黑鮪魚 這是民東人的驚惡 還是民東人在過去很長的一段時間 把一個漁村變成台灣的一個觀光文化休閒產業的中心 這11年來我們走很長的一段路 也很成功的一段路 我們也希望 將來我們執政以後 我們會再注入更多的資源 讓我們的平東 我們的很多很多 既有在地文化特色的農業 讓我們的漁業 可以更能夠發展台灣的經濟 創造我們更多的就業機會 讓我們的鄉村 我們的路會地區 更繁榮 所以真的 我們非常感謝我們的老縣長 蘇嘉全 跟我們現任的館長 我們的座館長 最重要的是我們的頂長 這幾年來的努力 我們也希望今天 大家在這裡 能夠盡情的享受這個美好的夜晚 也祝各位大家 如果上現場有志媽媽的 我們祝你們母親節快樂 那 如果媽媽沒有在現場的 是不是大家回家 也帶向我轉達 母親節快樂 很開心 回來我們的屏東 我覺得很溫暖 很熱鬧 這是我們的屏東的特色 又溫暖又熱鬧 這是我們屏東人 最溫暖的時刻 也是我們的屏東人 讓人難以忘懷的地方 所以歡迎大家來屏東 敬請享受屏東 謝謝 樂香 謝謝 再度謝謝 響音主席 我們的分享 特別留將機會